美国职棒看华盛 球迷最喜欢的日籍球星大股详品 他今天放假没有上场比赛 这是他本季第一次休兵 而洛杉矶到期跟亚利桑那响尾蛇 进行最后一场系列战 坐板凳的欧塔尼桑 他就被拍到了 在场边悠哉的客瓜子喝饮料 相较之下 另外一位日籍球星山本游身 上班就上得很认真了 因为山本游身是先发投了六局 没有失分 再加上打线的鼓励支援 倒是最终是以8比0收下胜利 前一场比赛被逼风危机下号 放检跟小伟设计战场面 出现一些穿防护中备的球迷 但大家的焦点不在这 而是这篮帽军的先发名单 怎么没有大股详品 台湾时间二号 日本最强投山本游身先发 但是欧塔尼桑却是坐摆凳 原来总教练Dev Roberts 安排他本季第一次休兵 那没有先发的详品都在干嘛呢 嘴巴不断的咬咬咬 欧塔尼桑很认真地休息 手上拿着瓜子不断往嘴里塞 还不忘了要喝饮料喝水 他还被场边的摄影师 拍到一系列的表情包 吃得不易乐乎 看球看得很享受 所以股粉们真的不用在意 他怎么没上场 大姑只是在好好休息 然后他的学弟山本游身 倒是很认真上班 山本游身这场比赛 虽然被敲三只安打 但他搅出六局5K 没有十分的优质成绩单 一切看起来顺风顺水 但比赛又有个小插曲 Yamamoto桑仿佛是人体吸尘器 不管是球还是球棒 都会被他吸引过去 没事没事 Yamamoto桑的反应力就是快 上一次闪球 这一次就闪过断棒 冷静之后又是一尾活龙 宇宙到期没有Otani桑也没关系 打线火力一样凶 全场实质安打 以巴比林玩风香味蛇 山本游身 收下本季第三胜 欢迎新闻潘育成 零出版报道 哈喽我是一锦 想要抢先掌握 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 赶快订阅按赞 开启小铃铛 锁定华视新闻的YouTube频道